刺客五六七里的可乐 是个身怀绝技的癌症少女 记得动漫里出登场 所有观众都把她当成了 人畜无害的邻家少女 直到看完第二季才知道 可乐不仅拥有斯特异能两个国家的血统 甚至更是相当离奇 时间回到阿七刚刚改行 当刺客的时候 这天她见到了一个奇怪的委托 刺杀目标是一个小女孩 随时刚准备动手 就被对方打断了施法 我是今天就要死了吗 绝对进不到明天的太阳 那今天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了 没错 女孩对死亡变目恐惧 只修在临死之前 完成自己的遗愿清单 阿七没有拒绝 在之后的几天 她陪可乐完成了 一系列疯狂又离谱的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 一口气喝完大瓶可乐 用针扎给人打针的护士 以及去动物园里挑衅狮子 这些非人类的操作 没得阿七想要拒绝 可乐只去动动手指 就会让她全身僵硬 时间一晃 来到了刺杀当天 可乐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她摘下假发 露出因为化疗 而掉光涂化的光头 原来她早已得了癌症 即便没有阿七的出现 也活不了太长的时间 过阿七当刺客的 也是她自己 这次任务 无数数料的再次失败 阿七为可乐引荐了小季岛上的神医 而靠着神医祖传的陈年俘虏 虽然无法根治可乐的癌症 准得帮她控制病情不再恶化 四胆国王子攻占小季岛的那天 岛上的高手沸沸落败 而可乐在此时却走了上去 轻轻的一个吻 就让高冷的王子满脸涂红 王子抬起胳膊没有攻击 反而用保护罩 让她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 王子依旧拿可乐没有一点办法 她应可乐的要求 带她回到斯特国 随着机器人简单的扫描 重要可乐的声势彻底暴露 原来可乐从此斯特国 基因工程的实验品 这一点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同时实验失败 所有婴儿都因为基因缺陷 找找夭折 唯独可乐活到了现在 王子劝她留下来接受治疗 但可乐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果断选择了拒绝 在这之后 两人一起来到异能国 陪可乐寻亲 混乱在这里再次遇到了五六七 看到两人亲近的样子 王子粗意大发 决定继续上次没有结束的战斗 混战之中 可乐不慎被误伤 几个当地小孩 准备带她去往地下城救治 可异能国与斯特国 向来水火不容 因此坚决不同意王子随行 为了可乐的安慰 王子只能妥协 但临走时 她也撂下了狠话 何大春 保镖排行榜 1700例如三位 先日可常接到保安大队附近 编号9527 作为导演何耀冯同性的亲儿子 大春可以说是 极换性优点 于一身的五好男人 他来自一个神奇的国家 这里的人酷二健身 但买粉论蹲持 继续入当零食 因此各个身材魁梧 他们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人决斗 出生在这样一个内卷的国家 大春却是最没有天赋的那个 他身材瘦小 脑子又笨 肌肉怎么都练不大 人人都会得金刚酷外童子身 怕练人练剧 也只能练到第一层 正因如此 大春成了这里的重点欺负对象 指导他离开家乡 前方表彪职业学校读书 人们都把他当作一个弱者 可他们也不知道的是 后天的努力 往往比天赋更加重要 就在这天 五六七个大春正式交手 不妨解开扣子露出拔块腹肌 而阿琪看着自己仅有的一块 陷入了沉思 大春扎为马步 气沉丹田 使出了十根国的传统艺能 金刚不坏 屯子身 警警一招 就叫阿琪的手骨震碎 这之后 表人苦战了三天三夜 可阿琪始终没有忘记 刺杀的任务 只见他一个天幕冲向目标 请比金兼七天锁 请比金兼像真爱一样坚固 一旦锁上 必须要到七天之后才能解锁 从这天开始 五六七和大春 度过了一段相当暧昧的时光 期间没法十三前来刺杀 也是多亏大春冲到肉盾 而且才能捡回一条小命 锁在一起的第四天 一枚导弹向小鸡岛飞来 为了保护岛上的村民 和大春冲过限制解开招式 一脚帅飞五六七 接着义无反步挡在导弹面前 没人知道 金兼不坏和定位导弹 哪个更强 可是这个正直的 有些傻乎乎的小保安 绝对比嘲笑过他的任何人都要强大 除了一群好朋友 大春也在小鸡岛上 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梅花是一世十三的姐弟 最擅长通过美貌俘获人心 以前这招百事百灵 直到他遇上了大春 面对钢铁直男 在想那美人际也是对牛弹琴 谁一看中大春的武功 又满满一袋金银珠宝 过他这保镖 护送自己回到梅花山庄 谁知两人刚一抵达玄武国 就遭遇了飞鸟们的偷袭 十一被当场掳走 而眼看将要被就地正法 那个男人却扛着招牌 把戏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生平第一次 梅花十一感受到了 被人保护的感觉 而是确实的安全感 被大春填满 十一也对眼前的男人 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 好